今天來開箱旅人筆記本 然後我跟大家講說 就是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看到這種包裝啊 其實裡面的筆記本就長這樣 就是我以為大家都知道 結果好像很多人不知道 我店裡面常常被問到這個在哪裡 其實就是放在後面的這種 小紙盒裡面 你從左下角這邊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顯駝色的 就是駝色 然後還有不同的顏色 咖啡色黑色 這種小的 總共只有兩個尺寸 小的這個是PA size 到時候再拍照給大家看有什麼顏色 今天開箱給大家看看 你買了一個新的旅人筆記本 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然後有塑膠膜 然後有塑膠膜 這樣拿掉 這個 拿掉 然後也是 這個後面其實會跟你講說 裡面有什麼東西 反正 嗯...大家都沒在看 好我用講的 打開來 會有一個這種 保護的 小小的袋子 跟 再一條線 這個線要留著 然後 它本來直合的這個線也要留著 到時候你都還可以再使用它 搞丟也買得到啦 沒有關係 拿出來 那旅人筆記本他們家 就是非常崇尚原始的樣貌 自然的樣貌 所以你看到它打開會有刮傷啊 這些痕跡 都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接受再買 那 記住皮革是天然的東西 它不會有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的 兩本 它多少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小地方 甚至顏色會有一點色差 包括皮革 皮革也是 可能 軟一點 厚一點 就是會有差異性啦 那大方向會是 一樣的東西 可是會有小地方不一樣 它這種東西可以接受再買 你打開來以後 它會這樣 它都幫你綁好了 一開始新的 旅人筆記本它會幫你綁好 你這樣打開 裡面它會附給你一本空白頁 空白頁 空白頁 這樣 然後還有一條線 所以你可以再綁一本 這樣 一本筆記本 一條線 兩條線 簡單的說明書 然後沒有說明到 好 這個也是 到時候再拍影片 給大家看 那今天給大家看 你會得到什麼東西而已 三樣 一個筆記本 好 就這樣 很簡單 好嗎 好嗎 好嗎